真的好重啊 你知道吗 全世界华人混的最好的地方 或许是南美最小的一个国家 苏里南 为什么 或许是因为这里有黄金 我们曾经开着飞机来到了苏里南 找到了一家金店 一进门 华人老板就给我们看了一个这样的场面 一桌子的金条金块 三公斤一块 一块就有一百多万人民币 因为纯甸甸的黄金曾经压台过桌子 老板还特别定制了一个非常结实的大钢架桌子 这一桌子的黄金 只是这家黄金收购公司半个礼拜的收货量 苏里南盛产黄金 当地人甚至调侃 走在山里不小心都会踢到天然形成的狗头金 当地人挖到金子以后 就会送到华人的金店来 华人收到金沙就会先融化 再成种 再计算纯度 看含金量有多少 最后呢 就可以消费喝的去领钱了 当地人挖金子 一周就能赚个一万两千块人民币 当然收金最多 赚钱更多的还是咱们中国人 这家金店每周可以收几十公斤 每个月也要出口三吨左右的黄金 店里的老板还给我们展示了制作金砖的全过程 展示各种金块 金砖 狗头金 百亿桌子的场面 苏里南的黄金储量是南美洲最高的 19世纪末 华人为了淘金就来到了苏里南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十万的华人已经占了苏里南人口的十分之一 据说总统也有华人血统 华人们在这里建起了学校 建起了电视台 体育馆和活动中心 教当地人打乒乓球 传播中国的国粹 麻将 当地华人告诉我们 其实他们的钱都是得来不易的 是几辈子的人辛苦打拼得来的 但无论赚了多少钱 无论走到世界上多远的地方 他们都会继续教孩子学中文 也一定不会忘记 自己是一个中国人